这次这个315另外咱们从这个就是司法部 就是说当时不是有一个叫Georgie Hackenbassam 就是有一个职位不是很高的人 就现在媒体都已经报道出来了 他当时是见过中共国的这个大使崔天凯 也见过孙力军 为了什么呢 就是为了对吧 当时给了他几千万 八九千万这个美元对不对 然后呢他就干什么事呢 他就是要想办法把这个郭先生给那什么 给这个遣返 对吧 当时呢他们那里边呢 有一个这个FBI的探员 这个探员呢 现在呢在315这个事情上呢 他也在里边 现在有媒体已经开始质疑了 说你这个探员应该是应该是回避的呀 对不对 你们你们现在有没有披露这个 对于这个 这都是报道出来的哈 就是今天最新的这个 这个Gateway Pundit 就是他们又报道了 就是说这个 这个程序的这个正义性 大家可以看看这个英文的这个报道 那里边就列了12345 就是他们觉得呢 这个东西是不正义 是是不公正的 应该去立刻释放郭先生 对吧 我们所有的战友 就是大家从 从这个2017年一直到现在 一路跟来 大家非常清楚 我们到底是受害者 还是获益者 所以我们我们在用我们自己的声音 我们在用我们的投资者编号 我们在用我们自己的钱准备再投 I10的或者已经投了 我们就用这些个东西 该发生的发生 该用钱投票投票 告诉这个 我们不是受害者 我们是受益者 而且我们不能沉默 越是这个时候 我们不能沉默 你看那个 海龙大哥 你看那个 你看那个咱们的那个 这个Eva 是吧 咱们的这个小王子 还有这个Niko 这多少个这个 接受他们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采访啊 你看 从那个 美国的那个真声音 American Real Voice 到这个 到很多那个什么 很多这个 就是大V啊 都是都是上百万的这个粉丝 这个大V的这个自媒体 是吧 一堆一堆的开始采访他们